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Cindy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13个单字 update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date 有没有 就会想到日期 所以呢 没错 就是说到这个最新的日期 就是更新 那通常我们在打开电脑 使用电脑的时候他会问你说要不要更新 就是这个字 update 好 我们看一下这动词 to supply with recent information supply 就是提供最新的讯息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the encyclopedia should be updated every year 好 这个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叫做百科全书 请你自己写下来 应该要被更新 被更新每一年 好 每一年都要被更新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用法 那在update呢 好 刚刚有讲到电脑的更新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有提到 you should period periodically 这边呢看到period 就是定期的 那所以呢 期间 所以periodically periodically就是定期的 定期的 定期的 更新update the software on your computer to ensure that it is current 好 更新这个软体 这地方你可以写下来 更新软体在你的电脑上 为了确保 insure 就是确保 动词确保 确保说 这个是最新的 最近的 好 再来呢 看到字词搭配 比方说 你跟某人说 跟朋友说 一定要随时告诉我 就是最新状况 这个 这时候这个字呢 就可以用update update 人 on something 来看到例句 the secretary called the manager to update him on the latest financial development 好 这个秘书呢 打电话给经理呢 去怎么样 update him on the 好 就是更新 更新 向他更新 好 更新什么事情呢 注意用介细词 on 在这最近的 最新的财务 发展的状况 好 这个lattest就是 最新的 最近的 最新的 也就是最近的 也就是最近的 好 再来看到这一个用法 up to date up to date 叫做包含最新讯息的 就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词 好 看到例句 because the news is constantly updated on the internet you can use it to obtain the most up to date information 因为这个新闻呢 这个新闻呢是 好 时常地在这个网路上被更新 那你可以使用 使用这个网路呢 去获取 这最新的资讯 up to date 前面有学过就是 获得get的意思 获得最新的资讯 好 现在我们看到第十四个 第十四个 saint saint 好 那这个saint呢 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 当名词就是气味 saint就是嗅出什么样的气味 比方说这个狗 狗啊 跟猫的这个 嗅嘴很灵敏 有没有 好 他们就会闻到这个 比方说这个 气毒 气毒犬 气毒警犬呢 那他们就是 嗅嘴飞他命就会 saint saint the drug 这样子 好 来看一下这个 名词型 可鼠 用smell 就是气味 好 来看到例句 the fox got away when the dogs lost its scent 好 这个 狐狸呢 got away 就是逃跑了 逃跑了 当这个狗 lose its scent 就是 失去 失去 他的气味 就是 聞不到他的气味 好 看到动词 就是 嗅出什么什么的气味 the moment the dog saint the fox they rain after it 这个the moment 就是当 一当等于when when 好 当这个狗呢 闻到了这个狐狸呢 他们就去追他 rain after it 好 我们看到 解析哦 来看到解析 好 所以什么样什么样的气味呢 这个 这个气味呢 它是比较一个中性的 中性的讲法 那像臭气 臭味我们用older older 好 这个是臭味 好 那那种很香很香的味道 比方说花香香水香 我们就用fragrance fragrance fragrance 这个词 这个词是香气 香气 好 所以呢 来看到 你看 i love the scent of elise flowers 就是我喜欢这些花朵的气味 这样 再来呢 saint 当动词 就是有嗅出什么气味 比方说我刚刚讲的气 毒犬 有没有 the police dog sent the drugs 这个 警犬呢 它闻到了 这个 毒品 in the passenger's luggage 在这个乘客的 乘客的 乘客的行李包裹 行李箱里 好 那我们看一下几个 字词搭配 像 put draw somebody up for up 就有离开失去的意思 the scent 就是 拾摩人 失去 线索 好 看到例句 the witness the witness the witness puts the place of the scent of the murderer 好 这个 目击者的死亡 使得 警方 失去了 这个线索 失去了 这个杀人 这个murderer 抹杀者的线索 好 或者是 已经掌握 蛛丝马迹 on the scent of something 失去 这个un of 有这个蛛丝马迹 我们有un the detective seemed to be on the scent of the murderer after they examined the crime scene 好 detective 就是 偵探 偵探似乎已经有掌握到这样的蛛丝马迹 好 偵探似乎呢 on the scent of the murderer 好像掌握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 杀人 这个 磨杀者的蛛丝马迹 就在他检查 检验了这个犯罪现场 Crime scene 就是犯罪现场 好 接下我们看到第15个 第15个 Demon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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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nstration Demonstration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就是有证明或者是示范 或者是抗议的意思 证明示范 抗议 都有 示威 抗议 Demon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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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in public就是公开 demonstrating证明了 展现了他的勇气 那demonstration也可以当作可数或不可数名词 也是证明跟展现的意思 来看到例句一 shaking hands is a demonstration of friendship 握手是一种表示 注意一下这边有个a 一种表示表示什么呢 friendship就是友谊 就是友谊的表示 好 再来看到第二个例句 the benefits of garlic have been proved by scientific demonstration benefits就是优点 好处 好处 益处 益处 garlic就是大蒜 大蒜的好处已经有被证明了 被什么证明 被科学的 科学证明 已经被科学的证实 OK 我们来看一下解析 好 那在解析的部分呢 刚刚有讲就是说它也有示威的意思 示威或者是掩饰 比方说 你去买一些东西嘛 买一些你想买一些产品 那可能这个人家教你怎么样去使用示范给你看 你才有那个兴趣去买 好 所以这就是demonstrate 或demonstration 好 看到例句第一 I will hold or stage a quick demonstration 我会进行很快的示范 of the function of the camera of the list camera 就是在这个相机的功能上面进行一些 进行一个很快的示范 那再来呢 看到这个demonstration呢 就是有示威的意思 抗议的意思 好 比方说这个例句 a lot of students took part in the demonstration 好 took part in 就是take part in 这个学过很多次了 take part in呢 一定要记 它就是参加参与的意思 好 参加这个示威游行 in support of 支持 支持abolishing 废除 废除的college entrance exam 就是大学入学考试 好 再来看到demonstrator 这个地方呢 你要把它写下来 好 demonstrator 后面加个or 有没有 这地方呢 就变成了示威者 示威者的意思 好 来看一下例句 where there is no freedom of speech anti-government demonstrators risk losing their lives to call for political revolution 好 当没有言论自由 好 freedom of speech 就是言论自由 那anti-government就是反政府的示威者 反政府的示威者 好他们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 冒着什么风险 失去生命的危险 去呼吁政治改革 好 政治改革 好 看到字词搭配 这个蛮重要的 demonstration against us 就是反对什么什么的游行 好 比方说呢 反对就是一直在北极这个 开采石油啊 开采石油啊 然后这样子啊 因为会 剥夺像北极熊啊 然后他们的这个 这个很多的生存权啊 然后 there were some demonstration against us tuition increase 好 就是有一些游行他是反对 这个tuition 然后这个蛮写实的 我们最近也是有嘛 好 学费的上涨 物价学费 什么都在涨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看到第16个 第16个 s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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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当动词或者当名词 spear 就是用毛去刺穿 或者是他可以当名词就是毛 那有一句成语叫做自相矛盾嘛 对不对 矛跟盾啊 盾怎么讲呢 就是需要的 需要的呢 大家就会想到这个 神盾局 需要的 神盾局是这个 marvel 应该是marvel 里面的 里面的这些superhero的 里面的这个一个像 钟情局那种感觉啦 就叫做需要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哦 这个需要的是盾 好 看到解释 to penetrate with a long, thin, pointed stick penetrate 就是刺穿 穿透 好 刺穿什么 倚着长的瘦的尖尖的这个棍子 也就是毛 也就是毛 我们看到例句哦 the little boy learned how to spear salmon 好 小男孩学着如何去刺穿这个salmon 就是鲑鱼 再来 当名词说就是毛 drawing a spear is not as easy as you think for it involves many techniques 好 直长毛并不你所想的如此简单 as easy as you think 这样 ok 这件事情并没有如你所想这么简单 斗点for 这就是因为 because 等于because 因为 involves 就是包含 involves 就是包含 包含了许多many techniques techniques 就是技巧 就是技巧 好 我们看到解析哦 解析哦 解析的部分呢 就是刚刚所 大家所知道的这几个意思 那 再来我们看到一些 像 这个 一些武器的名称 像这个箭 有没有 sword sword 就是箭 或者是shield shield 这样子 那我们刺穿 用什么去刺穿 我们可以用戒系词with 像这边 the boy speared the meatball with his chopstick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 用他筷子把这个 这个霸丸之类的 或者是 这个丸子把它穿过去 speared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再来我们看到第17个 第17个 sociable sociable social social socialize socialize 好 那这个字 大家应该很眼熟 社会怎么讲 这整个大社会 society 就是社会 好那abow呢 abow abow 就是 很会社交 很会跟人家交际的 叫social about social 那social 就是跟社会相关的 那socialize rize 这个地方 是动词自为 就是社交 或是社会化 好我们看到第一个解释 found of 就是热衷 好热衷在spending time interacting within a group 好热衷在花时间呢 好 interacting就是互动 在一个群体里面呢 互动 好我们看一下例句 Alan is a sociable person 所以他就是 Alan是一个很喜欢 很会交际的人 He never feels too tired to go to parties 他从来不会觉得 too too 太点点点而无法 太 点点点而无法 而不能 太累而不能去什么 去派对 好再来social teenager crime is a major social problem 好 teenager crime就是少年犯罪 少年犯罪是一个major social problem 就是重大的社会问题 好再来在动词的部分呢 social来的 社交或是社会化 Andy is an outgoing person who loves to socialize with people Andy是一个很外向的人 outgoing 就是很外向的人 那他喜欢和别人交际互动 这叫socialize 好再来社会化 好什么叫社会化呢 就是比方说 小朋友很天真无险啊 常常讲出一些 就是不知道已经有冒犯到别人的意思啊 这样 因为他很天真 那这表示他还没有社会化 他就很直白 children need to be socialized that is they need to be taught to behave properly in groups 小孩需要怎么样 被社会化 就是被社会化 that is 这个是一个转折语 就是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所以呢这个地方 什么叫也就是说 就是他后面在跟你讲 比较详细去讲 什么叫做socialized 好 他们需要被教导去 behave properly properly properly就是 适当抵释仪的 好 适当抵释仪的 in group group就是在群体之中 好 我们来看到解析 看到解析 好 sociable 这地方就是刚刚讲的意思 好 那social也是 就是有关于社会的 好 社会的 那 比方说 这个一些社会福利的一些社会计划 然后在这地方有看到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plan to spend more money on social programs designed to assist the needy 好 政府宣布有这样计划要花更多的钱 在什么地方呢 在social province 就是社会的福利计划 社福 的计划 好 那就是 要去 就是被设计要去帮助这个所需 有需要的人 好 那 a social life 就是社交生活 brian has a busy social life 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忙碌的社交生活 好 socialize 刚刚已经有讲到了 所以呢 那些很喜欢跟人家socialize的人呢 他就是喜欢交朋友嘛 那这个social呢 有很多的用法 那social其实就是社会的 好 那social skill 就是人际关系的技巧 那比方说 social security 社会保险制度 像健保也是类似一种 social security 或social service 社会福利制度 那social welfare 社会福利 这个welfare就是福利的意思 OK 好 那我们这边讲解先到这里结束